中國外長說日本最近購買釣魚島的行動是非法和無效的 動搖不了中國對釣魚島和它附屬島嶼的領土主權 中華外交部長楊潔篪9月27日出席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的時候講述了中國的立場 美奧國務卿希拉里·克林頓星期四會見了楊潔篪外長 克林頓在會晤當中呼籲保持冷靜和平解決這個糾紛 美奧國務院官員說克林頓還強調亞洲穩定對於世界經濟至關重要 楊潔篪外長說釣魚島和它的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的領土 中方擁有無可爭辯的歷史和法理依據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末期蝕除了這些島嶼 而日本首相野田嘉燕在星期三說 在尖角豬島主權問題上東京決不妥協 根據歷史和國際法 尖角豬島都是日本固有領土 野田嘉燕還說日本購買這些島嶼目的是穩定管理 但中國到現在還不理解這一點 1995年7月 感谢观看